現在我想訪問一些有小朋友的觀眾 我想打電話去問問他們 究竟為什麼當初你會生孩子的 看看他們怎樣回答 喂?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嫂晴晴 今天就打算跟大家說一個我的秘密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心思 就是為什麼要決定生孩子 其實這個問題都纏繞著我很久了 因為你也知道我和屎嫂晴晴 其實是很多很多年前已經結婚了 即是我大學畢業的第一、二年工作 我就已經嫁給他了 所以這麼多年我們都沒有生孩子 我真的很認真地想過 究竟我要不要生孩子這個問題 所以我做過一件很白癡的事 就是不如搜尋一下 然後我就在電腦前面說 為什麼要生孩子 你現在也可以試試 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答案 有些人就說 因為我喜歡小朋友 有些人又會說 生了小朋友 你以後老了之後 會有一個人養你 那我就會覺得 啊 我是不是要辛苦幾十年 就是為了以後老的時候有人養我呢 我覺得好像很不值 因為人家也說 生了小朋友是要400萬的 而且你要用無限的精神 去照顧他 想起就是一個很偉大的工程 所以說真的 其實那段時間 我和史萊姆結婚已經快八年了 我兩個人都沒有覺得 一定要生個小朋友 至於最後為什麼我會決定生小朋友呢 我留到片尾才跟你說 那現在呢 其實我就是想訪問一下 一些有小朋友的觀眾 我就是想打電話去問問他 究竟為什麼當初你會生孩子 看看他們怎麼回答 那我剛才呢 大概在半個小時之前 就在我的Facebook page那裡出了個報告 竟然有40多個人回覆我 大家都很熱烈 那我現在就隨機選一些觀眾 打電話去問他 如果你還沒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歡迎去追蹤 叫屎嫂晴晴 啊 選哪個號呢 啊 選這個有張照片的 好啦 我現在準備打給大家一個觀眾 喂 喂 哈囉 屎嫂你好 你好啊 你是不是Koey 是啊 是啊 我正在拍片啊 你介不介意你的聲音 可能會有機會會用到 OK 是啊 好啊 其實很簡單而已 因為我是想問一下你 為什麼當初你會決定生孩子 因為我老公他想有小朋友 哦 你老公很喜歡小朋友 是啊 哦 好啊 好啊 多謝你回答 好啦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拍到第一個了 因為他老公很喜歡小朋友 嗯 挺合理的 打給第二個觀眾 喂 Hello Hello 你好啊 我是屎嫂 我是屎嫂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很簡單而已 就是你們一開始 為什麼會決定生孩子 Hello 我和老公先生都很喜歡小朋友 我們拍拖的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決定 然後就緣分到就到了 哦 好好啊 你們倆都很喜歡小朋友 是啊 我看見你是孖仔 是啊 我們是孖仔 好幸福啊 一次我搞定兩個 哈哈 現在等下 看看月上動不動 看看要多點一個妹妹 哦 也好啊 有一個妹妹 好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嗯 全部都是喜歡小朋友的觀眾 第三個觀眾 喂 喂 Hello 你好啊 我是屎嫂 你好啊 怎樣稱呼你啊 叫我阿雪 阿雪 好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當初你們會決定生孩子 其實是一個意外 你真的會很珍惜他 你真的會很珍惜他 現在我有回報 你都見不到他 你會很快 還會很快 謝謝 阿雪 拜拜 親愛的親愛 拜拜 拜拜 嗯 意外 然後第四個觀眾 是一個男的觀眾 我看見他來自馬來西亞 現在試試打他 喂 喂 哈囉 你好 你好 先生好 你是香港還是馬來西亞 我是馬來西亞人 哦 其實我是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一開始會決定生孩子 呃 意外來的 哦 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經歷又起 到目前為止 如果你問我要表有任何的口悔 或者是什麼的話 是不會有的 嗯 嗯 雖然是意外 但是後來也很開心 是不是 是的 謝謝你 拜拜 原來是一個女生 我看他的名字 我以為是男生 我現在先找一個男生 啊 找到這個叫Alan 沒理由坐吧 現在打過去 Hello 請問 喂 師叔 是的 你好 其實你知道我是誰嗎 啊 我知道你叫Alan Chan 是啊 就是幫你做Spice 哦 哦 不過你做Spice那個 哦 做三個 哦 做三個 原來是你 哈哈哈 多謝辛苦你了 你看 你現在是有多少個小朋友 我有三個小朋友 哦 哇 三個 為什麼你當初會決定要生小朋友 決定生小朋友 當然就是跟太太的一個共識 我們結婚兩年多 就開始想去生小朋友 因為我跟我太太都喜歡小朋友 嗯 所以你們就生三個了 哇 祝你們幸福 哈哈 好的 多謝你 謝謝你 因為你都好好休息 嗯 好啊 Thank you Bye Bye 這個爸爸也解釋得很詳盡 因為他本身就喜歡小朋友 所以他們現在有三個 哇 好幸福啊 下一位觀眾 Hello Hello 主手 你好啊 你好 你是Karen 是不是 謝謝 是啊 為什麼當初會決定生寶寶 因為他選了我做媽媽 哇 好圓滿啊 這個答案 哈哈哈哈 好啦 多謝你 那就這樣吧 好啊 多謝你要請我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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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圓滿的答案 跟觀眾對話呢 我都很開心啊 可惜啊 每一個不能說太長 下一位觀眾 喂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投得很好啊 現在都幾好這段時間 是啊 精神一點 為什麼當初會決定生寶寶 當初呢 就跟先生同居了差不多七年啦 嗯 接著就決定結婚啦 七年後都沒有打算要寶寶住的 因為呢 大家工作啦 又沒有人光想受寶寶 嗯 後來呢 寶寶開始大了 嗯 想要完整的家庭啦 有小朋友啦 有小朋友很開心嘛 嗯 結婚了 開始努力了 大大努力了 努力了幾年之後 終於就有寶寶了 嗯 對啦 始終雖然覺得香港最大問題是教育制度 因為我現在的大女兒 現在小一啦 她的工夫我開始玩了 一些 差異文書考試都很輕 但是我們又沒能力 給她去外國讀書的 嗯 唯有選一間 適合她的學校 沒那麼辛苦 讓她讀得開心一點 嗯 都是 開心是很重要的 你現在幾個月啊 我現在五個多月 好啊 很快啊 香港就會看到Bibi出生 哈哈哈哈 好 多謝你 好啊 多謝你 好啊 拜拜 哇這個家長好好啊 很詳盡 還有很真心地告訴我 其實她們在經歷一個 無論是對香港的教育制度 或者是自己家的經濟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嗯 接著我們就問一個男性的觀眾 喂 喂 Hello 我是至少晴晴 你好啊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哈哈 不要客氣 你不會介意你的聲音會出現在影片中 我預料你會拍 哈哈 是的 OK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當初會決定生嬰兒 我跟我太太覺得有小朋友才是一個完整的家庭 嗯 你們有多少個小朋友啊 一個就是 想生兩個的 但是 太貴養不起的 哈哈 的確是 經濟的問題 很多人生小朋友的考慮 喂 喂 喂 你聽到嗎 是 是 你好 沒有信號 沒有了信號 這個爸爸也是超級nice 超級真誠 的確是經濟問題 這個也是 咦 我都問了很多的觀眾 我還參加了十個 非常感謝你們 願意接聽我的電話 和你們聊天 我真的很開心 總結大多數觀眾的原因 基本上 第一 家庭圓滿 可能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覺得一家人齊齊整整 有自己的小朋友 將來可能還有自己的孫子 三代四代同堂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因為我和小萊姆兩個人一起 都覺得很精彩很豐富的 所以這個原因當時不是成為了我必要的原因 另外一個 第二個 就是經濟的情況 經濟 特別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影響我們會不會生小朋友的狀況 譬如解釋給你們聽 很簡單 當我和小萊姆現在有了寶寶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想 我們是不是要搬大那間屋呢 我們是不是需要請工人呢 這兩個開支 已經起碼是幾千 甚至上一萬元的東西 我知道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的朋友就開始想 咦 那我們寶寶回好一點的幼稚園 又要花幾千元一個月的學費 然後已經沒有計算到他平時的食物 開支那些了 之後要上去小學中學 如果去大學要去愛國讀書的話 一年起碼也要花十萬元 其實這條數算回頭 我當時就覺得 想不想 不如把這些錢放在自己去旅行 到處吃好東西 好像來得更開心 在觀眾訪問裏面 就有說到意外的 的確也是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未結婚的話 或者你還沒有自己經濟能力的人 我真的要特別叮咒你 一定要想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是結婚的 其實你有意外也不奇怪 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剛才也有人說 有驚有氣 其實剛才的三個原因 基本上都是我當時Google搜尋回來 比較多人說的三個原因 當然也有些人會說 是因為爸爸媽媽逼自己 想傳宗接代 我剛才打過去的 都是比較年輕的朋友 所以沒有人跟我說 因為我要傳宗接代 說了一大輪 為什麼我跟小萊姆結婚七年 都沒有想過一定要有小朋友 我們都真的深思過這個問題好幾次 起碼有幾年我們都沒有決定 為什麼現在要決定呢 現在揭曉 其實我之前搜尋到 其中一個會打動我的原因 就是我會很好奇 我的兒子將來生什麼樣子 我想想一下 又是呀 究竟我跟小萊姆結婚後 生出來的BB會是什麼樣子 好奇心都令我真的很想看看 所以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你們可以去看看 那些apps預測我們的BB是生什麼樣子 好恐怖的 但這個原因 當然也不是非常必須的原因 那其實真正最後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 史萊姆跟我說 其實我們經常在網上拍片 去分享開心 分享自己的生活 分享很多傳遞很多正能量 出去的時候 甚至我們會去講討論 去學校 有沒有想過 其實如果我們真正有自己的小朋友 會不會把這些好的東西 都傳承給他呢 這個傳承的感覺 就是一代傳一代的感覺 都好像很吸引 我們兩個覺得 所以我們就在去年年尾開始決定 好啦 那我們就生個BB 就是這樣 當然生BB這家東西 不是你想生就一定會有的 特別是我這些年紀已經 比較大的女士來說 所以我當時也祈禱 我就祈禱問神 我說 神啊 如果你想我下一個人生的目標 這個目標也是超級無敵大 還有很大的責任 如果你覺得是我的目標 那你就像我一個BB 所以愛惜B就這樣 誕生啦 嘩 說了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對生BB下一代 有自己的原因 還有自己的希望 我覺得你有自己的原因 會更加驅動你去做好這件事 還有更加期待愛惜你的BB 如果你今天生了 恭喜你 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的了 所以呢 我們一起加油 好 那到最後 多謝關心我的每一個觀眾 無論你們在Facebook留言 在inbox 在IG 在Youtube留言 我都非常之開心 而且多謝你們 我都非常之感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對了 很多人問我現在的肚子有多大 我先站起來給你們看看 大概就是這麼大 五個多月 我們下一個月 我先去哪裡 我先來 我先去哪裡 我先去哪裡